在飞机设计上 法国人的脑洞也是不一般的 比如这一架 乐渡客0.10 请问飞行员坐在什么地方 看好了 这里鼻椎和机身的连接处的圆洞洞里面 其中一个看起来还是飞行员的出入口 好吧 把鼻椎变成驾驶舱 这种脑洞除了法国人谁还敢玩 但其实这架实验机是挺有名的 因为它是第一个将冲压式喷击发动机 这一在1913年变诞生的概念 用于实践的第一机了 冲压发动机靠自身向前的运动 来将空气压入燃烧时 因此结构相当简单 属于大力出奇迹的典型代表了 但问题是对材料的要求极高 所以在1913年只能提概念 无法出样品 另外由于要冲压 所以你要先冲起来才有压 然后才能工作 代表它在起步阶段是需要别人帮忙的 这架乐渡客0.10 就是装在一架经过改装的朗格多克运输机的头上 白漂了一段高度和速度之后才冲出去的 别说它还真的能飞 那法国人的脑洞就停不下来了 0.16 0.20 0.21 0.22都接着来呗 鼻子是越深越尖 虽然驾驶商还是在鼻椎上 但至少这下它是从埋在里面升级到外面来了 在0.22上它位于这个360度的透明圆环里面 并且顶上还稍微有点鼓包 可以让飞行员不至于躺的那么平了 视野肯定是要好一点的 另外它的机翼开始后掠了 发动机也不再只是单一的冲压了 而是加上了一个同轴的涡轮喷气机 意味着啊 嘿嘿 这下呢 我可以靠自己去升天了啊 的确 在升天了140多次之后呢 它在1958年真的把自己给升天了 在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之后 整个项目被取消了 好了 最后我们还要再吐槽它一下啊 你看它长得很生猛嘛 四射五入就是一枚火箭了 又用的是听起来就快的 不要不要的冲压发动机 那速度一定会飞得很快吧 但实际上呢 嘿嘿 把吃奶的劲用上了也泡不了因素啊 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它的颜值了 它真的有颜值吗 我愿意 være 我愿意 我愿意 如有